金牛座的男女们,上天真是当你们不薄了 记不记得最近有一期我跟你们说过,真是很容易有重大的意外,甚至真是生命都会出事,记不记得? 没记错的话,其实因为那时候是发生着火天对冲 其实今次农历11月,伴随着这个射手座的新月,其实那个新月图都没有什么特别 日月合相之外,他们也没有跟其他东西成相 然后其他上位都是不值得一提,但是最值得,就是最容易看到的 又是这个火天对冲,它又再发生了 所以那个星象其实是这样的,逆行的天王星是金牛座的,这件事其实一直持续很多年 所以在 general,你们的生命里面会有很多一些很大的变化 然后今次的新月,那又是火星在对冲,对冲自己命工的逆行挑战性 对了,还是逆行挑战性 好了,但是听起来,咦?那是不是又会出多一次事? 但是我就可以跟你说,为什么我片头都说,上天真的对你们不薄呢? 好,刚好在西历的11月24日发生完那个金木双合,是一个大吉祥来的 对了,还是在射手座,是一个超大吉祥来的 好,然后幸好,除了过然这个能量之外 好,因为就算他们双合完,金星离开射手座的木星 但是他们仍然是很近的 所以那个吉祥的力量,还是会照着你的 好 好,还有因为你的公主升了,他就刚好走去九宫,对了,摩蟹座那里 好,所以这个又是一个非常之开心的上位来的 好,所以其实好像这样,刚刚西历15月24日 有个巨人跟你抱着保护着你 好,你现在越离开他越远了,但是他仍然都是在你的背后挡着你 好,然后你还刚刚走进了一个庇护所 对了,虽然这个庇护所你只是搭了半只脚进去 但是你毕竟,虽然那个门口外面还是还风还雨 随时中楼弹,随时中TG 但是那个巨人都还帮你挡着 明白吗?所以其实你前面就有庇护所 你后面门口外面有个巨人还帮你挡着 所以其实有什么事都不用太担心 所以其实塔罗那个讯息很简单 就是跟你说,你们休息多些 最好是多睡觉 你是在家里不出去,什么都不好做 那就可以避免很多无谓的意外 正所谓催急避空就是要这样做 但是你说我不喜欢整天 不喜欢整天 在家里怎么办呢? 可以去一些什么地方呢? 第一可以去一些教堂 可以去一些宗教地方 或者一些玄学神秘的场所 第二可以去高等学府 一些大学能帮忙的 尤其是我现在录制这个片段的时候 其实中大那么巧 就是中大在不久之前 就被报警公任 然后POLI BU CU 那些都相处出事 所以如果各位金融座可以去帮帮忙的话 放心 那些地方对你不会有很大的伤害 因为那些地方反而是你的庇护所 是的 theoretically 但是当然 万事都要小心 香港人加油 到立起来 我们下期再见